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心理小课堂,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探索空间整理的心理效益 二,练习同理心沟通,增进关系融洽 三,实践正念饮食,培养身心和谐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探索空间整理的心理效益 当然,探索空间整理的心理效益是一项既深奥又充满乐趣的学问 你知道吗,空间整理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技能,它几乎可以算是一种心灵疗法 是的,你没听错,疗法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让人既爱又恨的神秘领域 首先,我们得承认,大多数人的家里都有那么一个角落 堆满了我以后可能会用到的东西 这些东西就像是心理上的包袱 每次看到他们,内心深处都会有一丝丝的罪恶感和压力 但是,当你下定决心,穿上你的战斗服 也就是那件T恤和运动裤,戴上手套,拿起垃圾袋 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你就已经迈出了治愈心灵的第一步 整理空间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对话的过程 每当你拿起一个物品,你都在问自己,我真的需要这个吗 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自我探索 我是谁?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看,空间整理不仅仅是清理物品 它是一次心灵的旅行,一次自我发现的冒险 而当你成功地将那些不再需要的物品送走 你会感受到一种轻松和成就感 这种感觉,就像是在心理上做了一次大扫除 你的空间变得更加宽敞 你的心灵也变得更加开阔 研究表明,整洁的环境可以减少焦虑 提高专注力,甚至还能帮助你睡得更好 是的,整理空间可能比鼠羊还有效 但是,最有趣的是 当你开始整理空间时 你会发现一些久违的宝贝 那些你以为早已失去的回忆 突然之间又回到了你的生活中 这就像是在自己家里 举办一场宝藏狩猎活动 每个被遗忘的角落都可能隐藏着惊喜 最后,让我们不要忘记 空间整理也是一种社交活动 是的,你没听错 当你告诉你的朋友们 你要进行空间整理时 你会发现,突然之间 大家都对你的生活充满了兴趣 他们会给你提建议 甚至会争先恐后地 帮你处理那些你不再需要的物品 这样,你的空间整理 不仅仅是一次个人的心灵之旅 它还能带来社交的乐趣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下次当你面对那些堆积如山的杂物时 不要感到沮丧 想想那些等待你的心理效益 穿上你的战斗服 开始你的空间整理之旅吧 这不仅仅是清理你的家 这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一次自我重生的机会 而且,谁知道呢 你可能会在那堆旧杂志下 找到失落的遥控器 或者在那个被遗忘的抽屉里 找到那堆失散多年的袜子 祝你好运 整理者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练习同理心沟通 增进关系融洽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古老而又世贸的话题 同理心沟通 这个词听起来就像是心理学家的午餐绘画 但实际上 它比你想象的要古老得多 甚至可以追溯到洞穴人时代 想象一下 当你的洞穴室友 把最后一块猛马香肉藏起来时 你需要多大的同理心 才能不拿起石棒 展开一场原始的深度交流 同理心沟通 简单来说 就是把自己放在别人的石头鞋里走一走 这不仅仅是说我懂你 更是一种我感受到你的石头鞋 有多硬的深入理解 在现代社会 我们可能不再穿石头鞋 但我们的沟通问题 比石头鞋还要硬邦邦 比如说 你的伴侣抱怨说 你总是忘记倒垃圾 如果你没有同理心 你可能会回答 我忙得像只追着尾巴转的狼 哪有时间记得这些琐事 但如果你练习同理心沟通 你可能会说 亲爱的 我能想象你看到 满出来的垃圾桶时的沮丧 我会设个提醒 确保这不会再发生 有趣的是 历史上有不少关于同理心的故事 比如古希腊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就曾说 任何愤怒的人都可以复仇 但只有真正伟大的人 才能在愤怒时 展现出同理心 想象一下 如果亚里山大大帝 在征服世界时 多拥有同理心 也许他就不会被称为大帝 而是大好人了 再比如 中国古代的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其实就是一种同理心的体现 孔子可能没有穿过石头鞋 但他肯定知道 不舒服的鞋子 穿在别人脚上 也不会舒服 现代社会 我们有了更多沟通的工具 但同理心的重要性 却丝毫未减 在社交媒体上 我们看到的 不是面对面的人 而是屏幕上的文字和图片 这时 练习同理心 就像是穿上一副 能看透屏幕背后 情感的X光眼镜 最后 我想说的是 同理心并不总是容易的 它需要练习 需要耐心 就像学习骑自行车一样 一开始 你可能会摔几脚 但一旦你学会了 你就能在人际关系的高速公路上 自由驰骋 所以 下次当你的朋友 伴侣 或者同事来找你诉苦时 记得先换上那双虚拟的石头鞋 然后再开始你的心灵交流 这样 你不仅会成为一个更好的沟通者 也许还会成为一个 更受欢迎的洞穴室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实践正念饮食 培养身心和谐 各位亲爱的时刻 心灵探险家 以及那些偶尔迷路于冰箱 又在厨房找寻人生意义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 古老而又时髦的话题 正念饮食 首先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你正坐在一家五星级餐厅 面前摆着一盘精致的法式甜点 你闭上眼睛 深呼吸 然后用一年告诉自己 我正在吸收这个甜点的精神能量 而不是卡路里 开玩笑的是 如果正念真的能让卡路里消失 那么 我们的健身房 可能要关门大吉了 但让我们回到正经的正念饮食 正念饮食 并不是关于食物的种类 而是关于我们与食物的关系 它要求我们 全神贯注于当下的饮食体验 从而培养出 对食物的深刻感知和感激之情 想象一下 你正吃着一片苹果 在正念饮食中 你不仅仅是在咀嚼 你还在观察它的色泽 感受它的质地 聆听咬下去时的声音 品尝它的甜酸 甚至是感受到 它从种子到成熟果实的整个生命历程 这样的过程 让吃这个简单的动作 变成了一场神星的盛宴 有趣的是 当你开始实践正念饮食 你可能会发现一些有趣的变化 比如 你可能会发现 那些平时你吞咽不经思考的快餐 其实味道像是纸板混合了塑料 或者 你可能会意识到 你之前从未真正品尝过你 最爱的食物的味道 因为你总是在匆忙中吃完它们 正念饮食 也可能会让你的食量自然减少 因为当你慢慢吃 你的身体有时间告诉你够了 这不仅仅是对身体的尊重 也是对食物的尊重 毕竟 如果你吃得太快 那些辛苦种植 收获 运输和烹饪的食物 就没有得到 它们应有的舞台表演时间 最后 正念饮食不仅仅是关于食物 它是一种生活态度 当你开始在饮食中实践正念 你可能会发现 自己在其他方面也变得更加正念 你的关系可能会改善 因为你学会了真正聆听 你的工作可能会变得更有效率 因为你学会了专注 你的生活 可能会变得更加丰富 因为你学会了欣赏当下 所以 下次当你坐下来吃饭时 试着放慢速度 关掉电视 放下手机 给自己一个机会 去体验真正的饮食之乐 谁知道呢 你可能会发现 那个一直在你餐盘上的食物 其实是一个多么迷人的舞伴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空间整理的心理效益 同理心沟通 以及正念饮食 空间整理不仅能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整洁 还能带来心理上的轻松和成就感 同理心沟通是一种培养关系融洽和理解他人的能力 让我们能更好的与他人沟通和相处 而正念饮食则是一种全神贯注于当下的饮食体验 培养身心和谐的生活态度 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实践的小技巧 而且都可以带来巨大的心理效益 通过整理家里的杂物 我们不仅能减少焦虑 还能展开一次自我发现的冒险 通过练习同理心沟通 我们不仅能增进人际关系 还能成为更好的沟通者 通过实践正念饮食 我们不仅能享受美食 还能培养身心和谐 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空间整理的心理效益 同理心沟通和正念饮食 有什么看法或者经验分享吗 欢迎你们留言讨论 我们一起来探索更多有趣的心理学话题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订阅我们的频道